1988年,中国台湾宣布解除戒严 开放居民回大陆探亲政策 一时间,台湾有几十万人报名 其中有一位70多岁的老人 没多久,老爷子的申请就顺利通过了 离开家乡38年 他终于再次踏上了家乡的土地 老人的老家是广东省风顺险 老人回到老家后,到当地派出所 请工作人员帮忙,找回真实身份后 只见他拿着叶逸葵的身份证 一直说,他是大陆的谢汉光 工作人员觉得,可能是老人年纪大了 精神恍惚,所以拒绝了老人的申请 但当工作人员,向老爷子询问具体情况时 老爷子的话,让所有人都震惊了 他们赶紧将老人的情况,汇报给中央政府 中央了解情况后,老人得到了 党内高级退休干部的待遇 这个老人是谁,他到底说了什么 为什么会受到如此多的关注 接下来便让小编带你们了解一下 谢汉光老人,1919年 出生于广东省一个小县城 当时正值抗战时期,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于是,他从小就在心中种下了 爱国主义的种子 1940年,考入广西大学 结识了张博哲,陈仲豪等几位朋友 与他们一起参加抗日活动 毕业后,谢汉光在一个林场 当了一名实验技术员 逐渐升到了农场主任的位置 当时日军对我国进行了全面入侵 我国北方许多地区沦陷 后来,在校友陈仲豪的推荐下 他认识了中共党员梁征青 因为两人是同乡,聊得很好 所以成了好朋友 那时,他们三人经常聚在一起 讨论学术和现状 这个时候,谢汉光已经开始 全力帮助我们党的地下党了 他所在的农场成了我党的联络站 不仅为我党提供医疗帮助 还为我国逃难成员提供了避难所 并将非常重要的信息传递给了该组织 此时,我国正处于抗日战争之中 虽然当时日军已经筋疲力尽 但仍希望进一步打开战局 为此,他们制定了作战计划一号 1944年,日本发动玉香桂会战 战火波及河南、湖南、广西等地 随即,日军一路推进 进入西南腹地、广西沦陷 柳州被占领 谢汉光等人也被迫跟随难民逃亡 谢汉光花光所有继续后 只能靠教书为生 而这次逃离也让谢汉光意识到 只有共产党才能全心全意 为人民服务 跟随共产党才能解救人民的苦难 于是他毫不犹豫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成为了共产党员 他主要负责香港与广东之间的情报传输 在这个过程中,他遇到了心爱的人 1946年,谢汉光娶了自己喜欢的女孩 但仅限于当时的条件 婚礼很简单 但两人还是很甜蜜 就在谢汉光还沉浸在 和夫人的蜜月之中时 他接到了组织的紧急命令 因为这次任务很危险 而且当时我党 又在台湾海峡急缺人手 所以他只好离开妻子独自前往 临走前,谢汉光对妻子说 我解放了就回来 你照顾好自己 任谁都没想到 新婚夫妇这么一别就是38年 谢汉光到达台湾之后 被分配到省林业实验所 莲花池分院工作 之后,组织认为 就算谢汉光能力再强 但是一个人始终是不够的 综合考虑 组织派地下党员张国哲躲到某海峡 谢汉光安排他到林业实验室 而且,谢汉光的就有陈忠豪 也被派往台湾 以我党安排的假身份 在基隆中学任教 除了教学 他在执行任务的同时 传递信息 顺便发展了我们党的党员规模 因为基隆中学校长 也是地下党员 两人利用了自己的位置 寻找可发展的有报复的青年 将先进的想法 传授给这些学生和知识 在他们的努力下 共产党的思想 在台湾到处开花 为解放台湾积蓄了更多的力量 而且,在张国哲的掩护下 他们创办了光明日报 宣传革命思想 然而,事情并不总是一帆风顺 为了传达革命思想 凝聚更多爱国者 陈忠豪在基隆中学 设立了印刷工作室 他们白天打印 晚上一起出去 散发光明新闻 1949年6月 解放战争胜利前夕 一篇题尾 做好准备 迎接某海峡解放的文章 引起了不小的轰动 本文重点介绍 中国人民解放军 解放江北胜利的消息 解放军打响了渡江战役 正在为最终的解放胜利做准备 国民党在大陆失利的消息 传遍了台湾的大街小巷 蒋介石看到这篇文章 大怒召开紧急会议 保密局局长毛仁凤被责令 在一个月内逮捕所有 与光明报出版有关的人员 保密局通过调查 很快找到了基隆中学 毛仁凤找到了 光明报的秘密印刷所 抓获了我党的许多地下工作人员 陈忠豪因为出去而逃过一劫 但校长陈浩东就没有那么幸运了 国民党抓到他后 对他进行了严刑拷打 但他从来没有透露过 我们党的任何消息 国民党逐渐失去耐心 陈浩东同志因此壮烈牺牲 随着越来越多的人被捕 我们党遭受了毁灭性的打击 我们党在台湾的地下党组织 陷入了白色恐怖 逃走后的陈忠豪在台湾 找到了我党地下党领袖张伯哲 张伯哲为陈忠豪 制作了假身份证伪装 之后陈忠豪经过层层验证 终于登上了飞机 飞机降落汕头机场时 成功逃脱 在被毛仁凤抓获的我党党员中 有人因无法忍受酷刑 而交代了张伯哲等人的藏身之处 导致伯哲等人被捕 面对国民党的刑讯逼供 张伯哲表现出 坚韧不拔的坚强意志 但无论国民党 如何不管他怎么折磨他 都撬不开张伯哲的嘴 正因为如此 他渐渐对张伯哲失去了耐心 残忍地杀了他 而其他人因为 他们在我党的分量比较重 知道很多秘密 所以他们坦白了 所以事情 因此 我党遭受了毁灭性的打击 1800多人受到牵连 谢汉光也知道自己的身份 已经泄露 只好躲在深山密林中 躲避国民党军队的追击 最后因为体力不足 而瘫倒在一个小镇上 但因为那时的村民非常好心 把他带回了家 短暂休息后 谢汉光从昏迷中苏醒 他觉得自己不能拖累村民 所以他打算再次逃亡 但村民知道了他的情况后 给了谢汉光一个想法 就是他们村里失踪了一个 叫叶一魁的人 当地村民就让他 代替叶一魁的身份 低调生活在村里 只有这样 才能逃脱国民党军队的追击 想来想去 谢汉光决定接受这个建议 从此在村里过着普通的农民生活 但即便如此 他心中还是有一个念头 那就是他必须回到大陆 他的妻子所在的地方 1987年 因两岸政策变化 台湾省当局应人民要求 决定允许台湾的人到大陆探亲 离开家乡38年的谢汉光 终于回到了家乡 他凭记忆找到了自己的家 一进院子 就被眼前的一幕给震撼了 他看到一个白发苍苍的老妇人 忙着干农活 旁边还有三个小孩在玩闹 谢汉光缓缓走进院子 他一眼就认出了老妇人 是他离开38年的妻子 那三个孩子是谢汉光的孙子 原来 谢汉光离开家乡去台湾后 妻子发现自己怀孕了 38年后 谢汉光回到家乡 享受着家人的幸福 这或许是上天 对谢汉光的一种补偿 中央在确认了老人的身份后 为谢汉光恢复了党籍 还给了他离退休干部的待遇 但两年后 这位传奇的红衣特工 因病去世 享年75岁 对于谢汉光来说 他终于回到了生前的家乡 遇见了他期待已久的妻子 并在生命的最后几天 享受了家庭的幸福 这是相当可喜的 回顾谢汉光的一生 可谓是充满了传奇 其实像谢汉光这样的人 还有很多 他们都把自己最好的时光 都贡献给了祖国 他们都是最可爱的人 这位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